这个体重超200磅的壮汉竟然被一个弱不禁风的孩子击败 输了比赛却感动数万观众 我们今天就来回顾这场拳击擂台催人泪下的甲拳 马克波特曾是英国重量级拳坛代表人物之一 老观众应该有所印象 阿良之前曾介绍过他在2000年打的英联邦重量级冠军战 马克波特的职业生涯涉及职业拳击与综合格斗 拥有不俗的终结率 石头人一般的体格与显眼的纹身下 却隐藏着一颗柔软善良的心 这是几年前马克波特与一名特殊的拳手的比赛 对方是一名唐氏综合症患者小丹尼玛戴尔 关于小丹尼玛戴尔必须多说几句 以问他有一个伟大的父亲 老丹尼玛戴尔曾是英国一名成功人士 他拥有成功的事业漂亮的房子 但是他的儿子小丹尼出生后改变了他的生活 以问他的儿子患有唐氏综合症 老丹尼玛戴尔接受了一切 并且以自己的儿子为名创建了慈善机构 此外还以拳击赛的方式募集善款 他还写了书 并将书所有的版税都捐给了慈善机构 好人不偿命 2005年43岁的老丹尼在跑步的时候不幸晕倒去世 老丹尼去世后他的儿子依旧被这个世界温柔以待 都说父亲是儿子一生的老师 受父亲的影响 小丹尼对拳击也有特殊的情感 画面转过来到小丹尼玛戴尔与马克波特的比赛现场 比赛开始后 小丹尼步步紧逼 马克一个躲闪 晃得丹尼一个猎起 马克后撤一动 下潜躲闪 还绣了一下蝴蝶布 这场比赛同时也为慈善募集善款 小丹尼一个前后手的组合将马克波特拍倒在地 马克波特艰难起身 独秒 一切都按照正规流程 比赛继续 马克波特刺拳还击 小丹尼近身连续击打内部 马克一个躲闪 晃倒丹尼 首回合比赛结束 第二回合 马克小碎拳连击 近身后将丹尼推倒 随后受到裁判的警告 大家都知道这是一场假拳 从观众到选手都是那么的魅力 丹尼起身在战 马克摇头晃脑的嘲讽 丹尼又一次将马克逼到边角 一个前后手的组合拳 又一次击倒了马克 马克摇摇晃晃起身在战 可不久被再次拍倒在了拳台 丹尼马戴尔用一场KO赢下了胜利 马克波特也很配合的戴上氧气瓶开始吸氧 马克波特一个善良的人 然而他退役后却有一个悲伤的结局 2022年 马克波特被查出患有胃癌和骨癌 据报道已经开始扩散到脊柱 这位善良的人也受到很多人的关心与支持 马克波特尝试战胜疾病 很可惜2022年11月19日 马克输掉了这场战斗 马克波特因病去世 年仅47岁 拳击手千锤百练的身体下 有时也隐藏着一颗柔软善良的心 喜欢拳击与格斗的朋友可以订阅我们的频道 青山不改 绿水长流 我是阿良 我们下期再见